嗨大家 我和美姐 我们两个人现在在罗马 没错 美姐来欧洲找我玩了 我真的期待了很久很久 然后我们上个礼拜去了土耳其 这个礼拜在罗马 下个礼拜就要回瑞士 我们今天坐下来 是想先回顾一下 我们在罗马和土耳其的精彩瞬间 因为我们现在人在罗马 我们就先从罗马开始 罗马是一个帝国 它的历史错综复杂到 用中文我都看不懂 更不要说听那个意大利的导游 用英文讲它的历史 讲了两个小时 我们两人一人发了烧 一人得了头痛 还是没听懂 我只能说罗马是一个 极为历史深远和丰富的地方 我有点太兴奋了 因为我也是期待了 好长时间才来到欧洲 在伊斯坦堡见到了Savory 现在我们两人坐在罗马的阳光下 我们的眼睛看着圣彼得大教堂 还有梵蒂冈那些Sabbist Trees 就是那个博树 说句老实话 激动的心情就不能平静 好像小师哥写作文 确实 我看过一些关于罗马的电影 比方说Gladiator 决斗士 对吧 我们昨天去了斗首场 我觉得那个血 腥味还没散去 我都能闻到 当年老虎啊 狮子啊 残颈鹿啊 奴隶啊 那些人类 雪的味道还在空中飘的 我昨天在那里 我一点感觉都没有 我可能只看过一些电影的片段嘛 就是没有看过电影或者怎么样 但是对我来说就是 OK 罗马都说常我应该过去 然后就过去 然后就拍照 然后也不知道干嘛 90后 对啊 就是没有想的那么深 但你就会想的很深 确实了 这就是我们俩约在一起旅游的根本原因 现在总计出来的一个时刻 我们在一起旅游哈 我不太会用手机 或者手机上的APP 怎么走路啊 去哪里约导游啊 去哪里吃东西 什么地方好吃 完全不太会 然后呢 Siri就是 他会安排好一切 从早到晚的活动 还有去哪里 吃好吃的 美食家 爱吃的人都是美食家 然后呢 我们才能够在现实当中 如鱼得水 每天从早到晚都充满了 充实的那种饱满的精神 去看罗马的 脚脚落落点点滴滴 对吧 那你说一下 我们这几天 就去看了什么地方 把罗马主要的几个景点 都去了嘛 最开始是去了 圣彼得大脚堂 喷泉 许愿池 然后西班牙台阶 梵蒂冈 Sistine Chapel Roman Forum 和Coliseum 你提到天使堡了吗 对 然后还有一天晚上 我们去了天使堡 那天晚上的经历 也是很神奇 我们俩去参观圣天使 一个放了很多兵器的地方 里面有很多古代的那个士兵的盔甲啊 箭啊 结果进去以后呢 发现 看的反而是罗马的夜景 从任何一个角度 360度都能在圣天使的天台上看到 我们拍了好多照片 我们两个人凉风袭袭 就很舒服 就不肯下来 就没想到碰到了一个 命中注定该碰到的东西 叶末拉开了他最神秘的一幕 就是艺术家出现了 我们后来才知道这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意大利服装设计师的校 要订票 要订票 他呢就是请了大概十多个二十个不到的舞蹈 就是抓业从九岁就开始学舞的那种舞蹈家 然后我们两个人就混进去了 对 当时还问我要不要混进去 我是这还用问吗 我认为是这样子的哈 这是一个机会 已经到你眼前了 抓住比不抓住要好 所以我们就混进去了 其实就是最开始的时候 我不知道他们要搞一个 这是一个秀或者这是一个private的东西 对 我只是看到有一堆人在围着那些舞者 然后我就走过去看 也没有人拦我 等我真的到他们要表演的那个房间里的时候 我看了一眼周围发现 好像每个人身上都贴着一个贴纸 反正我们俩是这个古堡里面最后的两个游客 进去以后就看到惊人的一幕表演 他们每一个角色都有一段独舞 然后还有群舞 我印象最深的是西班牙人 那天晚上的一场 那个夜晚给我留下的印象就是 罗马就是罗马 条条大路通罗马 但是来到罗马你才知道这里有其他城市没有的东西 嗯 清泉的意思就是喷泉喷出来那个水呢叫做圣水 嗯 我还给Siri拍了一个视频 就台湾里面 丢硬币 丢硬币 他丢了两次 所以他还要再回到罗马两次 樊帝钢博物馆 我觉得肯定是罗马最厉害的博物馆 甚至是意大利最厉害的博物馆 也是全世界最厉害的博物馆 因为POP就住在里面 我们在樊帝钢museum搞了一个guided tour 好像就是多八块钱一个人而已 就可以听到两个三个小时的讲解 是梵蒂冈加Sistine 你会不会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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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芬奇 米开朗基罗 拉斐尔的画 然后还有他们的雕塑 基本上就是各种奇珍异宝 和艺术家的珍贵的作品都在那边 所有的东西你都能看到细节 哪怕是头发 大丝 眼睛 手臂 然后他把那个人的肉体画的如此的 就是perfect 生动 生动 基本上就像拍出来的一样 但因为他是画出来的 而且他还画出了三维 你就是对他有一种respect you know 油然而生 罗马真的是一个怎么拍怎么讲怎么展示都不够的地方 就是你一定要亲眼亲自人过来这里来看来感受 我们有一天早上报了一个那个tour就是跟着导游一起走罗马城的这么一个tour 我真的是走着走着走着突然 好 我前面就出现了一个万神庙 万神庙 然后再走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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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的 咯 我前面又出现了一个什么教堂大教堂拔地来起来那种壮观 而且在罗马这几天我感觉我脖子都要断 就是无时不刻都是抬着头 一直在看 因为他们所有东西都非常宏伟 非常高大 你就一直要抬着头看 就是上帝在提醒你他的存在 罗马跟其他城市 跟巴黎不一样 就是罗马是比较雄性的 宏伟的一个城市 然后我们在罗马的这么多天 吃的东西真的也是surprise 就是首先很便宜 跟瑞士比起来真是太便宜了 然后再来就是也很好吃 跟美国比起来也很便宜 基本上一顿饭 我们两个人只要就是吃饱的话 三四十欧 吃多一点的话可能五六十 但人均大概就二三十吧 就很划算 而且吃的真的很好 过去我有点狭隘 我以为意大利嘛 就是披萨还有pasta 我还想要是这两样都吃腻了 会怎么样 结果发现大错特错了 因为它各种花样翻新 比方说那个牛尾入口即化 特别有一种 对 沙斗的那种味道很微妙的一种香料在里面 在那雕堂旁边一个很宅的小厢里 我们两个人吃了一顿茄子 还有一个pasta 对 有蘑菇 对 蘑菇pasta 那个好好吃 那天那一顿是 对是我们参加完那个tour结束之后 导游跟我们说 一般景点旁边的餐厅 你不要以为它不好吃 你不要去吃 就是能看到景点的餐厅 你要去吃它隔一条街以外的那些餐厅 因为那些餐厅有竞争力 而且就是它会做的很好吃 然后让我们看review的时候 不要看英语 要看意大利语 虽然你看不懂意大利语 但是你可以看它打了几颗星什么的 但凡是有超过1000个review 然后分数在4.3以上的都不会采累 这才是真正的温州炒粉肝 现在我的总结就是 一定要来亲自看看 光看这个视频 或者光看其他视频 哪怕你把所有视频全看一遍 都不够 一定要自己亲自站在梵蒂岗里 站在豆瘦场里 站在天使堡的天台上 看一看这个城市 This is amazing 我们是一种寝静式的旅游方式 就是 沉静式吗 沉静式 沉静式的玩 罗马执行 在视频里结束了 然后我们马上要回忆伊斯坦布尔 拜拜 有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